這邊有那個email信箱 那如果email信箱一般是這樣 我們會希望說把這些email信箱全部串連在一起 然後並且怎麼樣中間加豆點 因為如果email出去的話 那怎麼做比較快呢 理論上當然有幾種 比如說你可以不寫程式的話 可以用一個等號 等於 這個 打勾 然後下一個的話等於什麼 等於它的上面 再加一個豆點 所以and串接什麼 一個豆點 再and 它的左邊 這兩個串 打勾 兩個就可以了 往下填滿 全部都串在一起 因為它上面的永遠都已經累加了 再串它的左邊 最後串下來的 就會是 最後我們要的結果 OK 不過還是需要做一點事情 有沒有什麼方式 旁邊加個按鈕 按下去呢 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流程 變成 變成一個按鈕 它可以自動幫我在這邊產生 這個應該沒講過了 這個應該沒講過了 OK 好 因為有 太多班級了 有時候有時候講了 好像感覺有講過 所以 好 那不過反正就是解決問題 那當然你可以用土法鏈鋼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做 而且如果這個資料量很多的時候 你勢必 你就會想要說 最好是 一鍵完成 而且最好你這個一鍵完成 裡面包含就是 自動幫你用outlook 幫你把 資料給寄給 這些 那更好了 有沒有 按下去自動把資料全部寄出去 幫你串接自動寄出 那會更好 他會很難嗎 其實不會 那個用outlook郵寄 在我雲端上面 也有補充 其實基本上 那個這個東西是因為之前 同學問到 然後呢 他我跟他找個方向 他結果他做OK 他就把他的 這個程式 寄給我 裡面其實非常好判 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這個地方一定要用一個物件 什麼物件 就是利用Create Object 這個Create Object有點像外掛 比如說我今天要用外部的 其他的 應用程式 那我可以把其他的應用程式 像outlook 把它 外掛到我的Excel 那這個地方用Create Object 然後呢 告訴他說在我電腦裡面 有一個應用程式叫outlook.app 不過這是固定的 因為 因為同一家公司 所以呼叫應該沒問題 他就會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out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SET這個東西是一個 物件 就是把外部的outlook 變成一個 實體的物件 物件 那這個物件做什麼呢 可以Create Item